莫名的在停车场就开始了吗 我们家停车 这是我的粉丝后援会成员的其中一位 然后是核心成员我跟你说 就是用这里再爱我的核心成员 哎呀 洒水车来了 我很怕这个 我以前被从头到脚撒了个通透 这个人喝了多少酒啊 苏姬真的是你老家是不是 对 然后 锦西帮我们联系了一家很厉害的米花糖 我们要去开一下它制作过程 本来说是先吃翘脚牛肉的是不是 对 因为老板说上午才能够生产 那我们现在先去吃米花糖吧 有点激动 走走走 我们今天很可惜 本来是想要去拍一下米花糖它的制作过程 但是刚好不巧 他们今天所有工人都在放假 所以我们就只能去尝一下味道怎么样 它的外面看起来装修真的是看起来很商业化 但进来的话还是很质朴 老板 你们电视开了好多年了 对啊 嗯 今天应该是1900年的收藏 200年吗 百年老店 是真的百年老店 是真的百年老店 嗯 它都是一样的 章吉武香油米花糖 这个是翘脚牛肉的餐后甜点 那我们今天宣传这家 就是有孩子陪别的呢 为什么能在众多的翘脚牛肉当中脱颖而出 可能是它 它在古市乡周围 啊 就下来了 哦 这个很牛 嗯 它说它在最出名那家古市乡的翘脚牛肉旁边 活下来了 我们今天现在盯着刀卡的 你给你们俩操腿件的地方 我这是炒了所有的菜 炒了牛肝 腿肠 炒毛肚 随便你炒人口一道菜 我和你口味 抖腿 这要不和我口味抖腿吗 开始了吗 太硬了 这个不是餐后甜点吗 我现在吃的话我的肚子就会被它胀到 然后一会儿都不能吃太多的肉 还讲了个菜单 老板不过来吃一杯 是怎样子的吗 哦它是长挑的 我以为它是怎样子的 就没想到是一杯蜜花糖 诶子 你没砍子 你没仔细砍 好多的花蟹子 好吃不 好吃好嘴哦 它本身是爆的很脆的 你看糯米蓬松了之后 它上面那些气孔 看嘛 它是用猪油 还有麦芽糖 白糖把它巧合在一起 然后弄成一个板板 压实压实 变成了这个米花糖 大家先吃的汤就是好喝 来 我们先吃这个 一定要先吃牛肝 因为它炒的时候就很快 这牛肝好薄呀 整个牛肝非常的嫩 吃到嘴巴里面最大的感受就是 辣椒好香呀 这牛肝水平怎么样 好吃吗 酸香再加上那个辣椒的胡辣香味 点了三个 一个就是嫩牛肉 还有牛肠 牛小肠 还有牛脊 还有牛脊 又见渣男 这个嫩的精心动魄 它非常的嫩 就是已经到有一点嫩滑的程度了 你觉得好吃吗 好吃 好吃 好平静哦 我在旁边喊的生死力竭 还就好嘴 然后牛肠 我为什么喜欢吃牛小肠 因为它里面那包油 我是脂肪重度爱好者 好软好香 它虽然软 但是它还保得一点嚼劲 就你越嚼 就伴随着它牛肠里面的脂肪出来 它那个香味会越来越浓重 越来越厚重 吃一下这个牛肝水 它在翘脚牛肉里面不是渣男 吃起来它又软又弹 它很像是一个胶脂 比较硬的那种果冻 就有一点嚼劲的果冻 那它像什么男子 它若即若离难 干脆 切萝卜丝 这萝卜丝我刚刚观察了一下 几乎是每桌比饼 嗯 好吃 这萝卜丝绝对杀出来的 把盐放在萝卜丝上面 然后泡一下它萝卜丝又出水 有点像凉拌木瓜丝 但是比木瓜丝好吃太多了 这牛肠要赶快吃 三个味道一模一样 牛舌其实除了刚入口的嫩之外 它还是有嚼劲的 就是还是有一点点绵的那种口感 嚼起来是有点费力的 口感上不算是我吃过最好吃的爆炒牛舌 哇 牛熊 牛熊彪 这道菜启现了大哥对我的爱 以及对千语的爱 知道我喜欢吃肥肉 然后就点了一个牛熊彪 吃到天语喜欢吃这耳根 就加了一点这耳根在里面 我还是第一次吃这个爆炒牛熊彪 牛熊彪的那个肥油啊 它是脆的 它在盐味上面下的比这两个菜都要重 你一开始刚煮好的时候 你会觉得有点咸 但是你把那个油一咬过 它那个油脂一出来 你会发现 哎 这个盐味刚刚好 它这个这样跟焯的都是棉的 OK 我们今天吃的这一家 老师乔乔串 炒脚牛肉 我们今天吃的这家 老师乔乔乔牛肉 它人均是41 开了有20年 算是在夫妻非常老资格的老店 我们今天吃的它招牌的三样爆炒菜 还有三个小碗的炒脚牛肉 爆炒菜 我跟锦西都非常喜欢这个 爆炒的牛熊彪 因为它的口感真的很棒 OK 今天的看片就这样 谢谢我的粉丝锦西 爱你 然后也祝锦西 9月份开学 是有二十一千元顺利 现在是要请我们家锦西 用俄语来向我表白的时刻 不行 不行 真的不行 真的不行 你想一哈 锦西 你想一哈 锦西 你想一哈 锦西 你想一哈 你现在不跟我标备啥子 真的跟我标备 随时都可以 不可以 随时都可以 我往上标备的不行 没得问我 让我去你工作室给你标备吧 现在 现在 真的不行 真的不行 你能吗 真的不行 我求求你了 今天进入小锅缺 靠贼爬 那贼到链 害羞 真的不行 谢谢 真的不行 因为我那个死产口音很严重 但是我出去算了 有一种 要别人笑掉大牙的那种感觉 没关系 真的不行 太哇神奇了 不行 我带你去 我们只要告别 快点快点 乖乖 真的不行 真的不行 你 officer hat 看能不能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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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